内心决定了 三生有幸 接触了这些心理学家 就是点拨了一下 最有效的方法是你自己点拨自己 你是自己能够想通想明白 这才是最重要的 刚才女嘉宾说了比您大一岁 您介意吗 那不是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是 我是要求这个比例 就是身高 身高比我高的也不行 他比你矮 比我矮的还可以 反正他俩还是姐妹 要不说瑞来的话 说完之后 只是轻轻地敲打你一下 并没有让你清醒 所以说他还在 困在这个身高这个局里边 但我觉得贾姐 咱还应该尊重 每一位嘉宾自己内心的深处 对不对 你要对身高有要求 今天女嘉宾都是满足你的要求 一号女嘉宾 您介意男嘉宾的身高吗 不介意 不介意是不是 你刚才觉得我们 密室里边几位女嘉宾 说的对不对 对 你也可以敲打他两句来 不用什么好话 主要是让他清醒 主要是心态好 我特别赞成一号姐姐的话 你看你身高是一米五五 但你上来之后 我们的感觉 就是像盛开的牡丹一样 静静地开放 那么地高贵 从来也不会因为自己的身高 而在别人的眼里 认为自己是贬低的 其实男嘉宾 说这些话 可能对你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可能不一定从内心上 让你真正地起到一种 对自己的一种认可 但是你看看你身边的人 你会发现 凡是从容面对的人 都是对自己认可的人 你只有认可了自己 你才能够知道 别人才可以去认可你 去爱你 这样 其实我猜 每一个人他内心都有一个底线 就是对方什么样的特质 我是接受不了的 对吧 像男嘉宾说的比我高的 我实在接受不了 那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您接受不了对方是什么问题 跳舞 你干嘛呀 你 奔着我们叔叔来了 姨 针对性的吗 没事 就什么舞都不行吗 健身舞还可以 其实我不太喜欢跳舞的人 一种玩乐 跳舞要能跳出夫妻来 那我还来这个行 对吧 对 所以说女嘉宾 如果你跟他在一块的话 是坚决不允许他去跳舞的 那就再了解吧 了解一下 了解他的人血 那些玩的人嘛 都是说家庭按扑扑 男的女 都是安排得非常妥当 到那里去 他有这个爱好 因为都是家里 没有什么单身的 几乎全都是夫妻 有的夫妻双双都去 也就是在一起 也就像打麻将下棋式的一种 也就是一种爱好 男嘉宾比如说 现在一号女嘉宾 就是你媳妇了 你们俩在决定 确定关系的时候 女方说 你不允许你去跳舞 你怎么跟 你怎么说服对方 让你去 来吧 现在开始 来 你对他说 这个问题 如果是能有能有能力 把我引到别的兴趣上去 我可以不跳舞 因为这个跳舞 也不是生活的必须 但不跳舞 咱就去走过去 对不对 一样达到目的 一样跳舞和走路的目的 他俩可以说是 一曲同工之妙 就是说本身来讲 就是同样达到锻炼的目的 表泰一号女嘉宾 可以 这么跟你解释 你满意不 满意 那你是一样的走步去 还是跳舞去 走步 可以一天咱走一万步嘛 对不对 那也无数位吧 所以知道孰情孰众 但是我觉得男嘉宾挺真诚 对吧 好